昨晚我跟你說的那件事,你覺得怎樣? 哦,我沒所謂,你呢? 現在你說的你還想不想跟我一起? 你問我想怎樣? 明明我一次過為什麼還要分開? 嗯? 哦,分開吃好吃一點吧 你知道我不是講演腸仔包的 分我分吧 你還要一份髮技大包的牆 來,謝謝 怎麼回事失魂落魄? 沒有,我女朋友跟我說分手而已 怎麼? 難怪她的,是我不對 是我一事無盛 不敢跟她求婚 怎麼? 喂,今天打個劇本 對不起,習慣了 你繼續說吧 我跟她拍拖拍了七年 其實我都預料不是結婚怪就分手了 只是沒想到真的分的時候 真的會捨不得 那捨不得就不要分了 我怕 我怕我給不到一個好的將來 對她 她值得跟一個更好的男人在一起 你平時吃腸都這樣吃嗎? 對 我小時候就這樣吃 我習慣把最好吃的留在最尾裡才吃 而且沒有吃過外面的那層包 就不會覺得裡面的香腸很好吃 那就是 是嗎? 你既然知道這樣吃的包才最好吃 為什麼在愛情裡也不用這麼想? 因為你女朋友 都熬過前面最辛苦的麵包時間 為什麼她擔心剩下的香腸不好吃? 我明白 我明白了 早上, 結帳吧 你那裡…一個五千 五千?你是黑店嗎? 兄台, 你前前後後吃了三百條腸 是三百條 你全身上下的肉加起來也剩下三百條腸 還說是黑店? 你的腸這麼小, 像一條芝士腸一樣 你說什麼?誰搶小?誰有芝士腸? 你說什麼? 對不起… 你沒有錢 就等政府派了五千元電診消費權 才來吃 到時候用RDPHK一次付五千元就行了 幹嘛罵我? 不好意思 Yetlo, 我買了腸仔包給你吃 我不喜歡吃腸仔包 這次不同的 你一定會喜歡吃的 夠了 我和你一起七年了 我和你熬過幾個腸仔包 我一直都沒有介意過 我介意的是我們這麼多年的感情 你連一個承諾都不敢給我 你還說要跟我分手 你現在這個腸仔包算是什麼意思? 分手包? 不是啊 我知道, 之前是我自卑 怕給不到一個好的將來 你才這麼傻跟你說分手 對了, 你都陪我熬了這麼多年搶小包 我還怕什麼將來 無論將來發生什麼都好 Yetlo, 我要和你一起 分享人生最美美的部分 你打算拿這個來和我求婚嗎? 不是, 這個先拿著訂 你先拿著, 等待香港政府出了五千元的電子消費券 我和你一起去選一隻你喜歡的 用Alipay HK登記的話 可以一次過用五千元的電子消費券 就像我們的愛情一樣 可以一次過, 根本不用分 那你打算拿一隻五千元的價錢給我求婚嗎? 不是, 加上你的份是一萬元的 哈哈哈哈 分手啊 不不不不 任你選, 沒有上限 多貴都買 你說的? 嗯, 是的 混蛋 加上我媽和爸爸的消費券, 不知道該不該 你說什麼? 沒有, 現在很幸福啊 幸福, 幸福快樂 幸福快樂 加上騙人的份呢 好 哈哈